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直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7月26日,勇士和26岁的后卫帕特斯潘赛签下一份训练营合同 这是一份Exhibit时合同 斯潘赛如果在赛季开打前被勇士裁掉 可去勇士附属发展联盟队打球 斯潘赛身高1米91,是一位后卫 大学时代在洛约朗大学征战了4年 场均得到5.18分 2019-20赛季转学到西北大学征战了一个赛季 场均得到10.4分,4.1篮板,3.9助攻 斯潘赛上赛季效力奇才附属发展联盟首都勾勾队 他为首都勾勾队打了15场比赛 场均打14.0分钟 得到7.5分,2.3篮板,2.1助攻,0.7抢断 命中率为60%,3分命中率为50%,发球命中率80% 斯潘赛的进攻效率很高,是一位不错的投手 勇士现在阵容名单上有17人 不过有正式合同的球员才12人 斯潘赛江和麦克朗,特雷维恩威廉姆斯等人一起抢位 勇士现在12人拥有正式合同 两人拥有双向合同 维瑟斯旁,莱斯特基诺内斯 三人拥有训练营合同 帕特斯潘赛,麦克朗,特雷维恩威廉姆斯 勇士前的训练营合同球员全是年轻球员 尽管自由球员上还有许多成名已久的老将 但是勇士总经理麦尔斯似乎对他们不感兴趣 休赛期签约的年龄最大的球员杰麦克尔格林也是32岁的90后 同时,勇士夺冠后面临巨大薪资压力 可能下赛季后主力阵容将面临解散 推出夺冠行列 普吻和维金斯两人的续约合同一直没能确定 大概率会推迟到下赛季结束 明年夏天勇士将非常热闹 普吻和维金斯两人合同到期 康普森面临续约 格林将决定是否执行球员选项 有消息表示 到时候主力阵容至少有一人离队甚至是两人 根据媒体报道 勇士准备与普尔商讨续约合同 只要不索要太高的合同 会在两个月内完成续约 应该不会低于2500万年薪 这消息一出基本确定勇士将放弃为金斯 两人勇士如果同事留下 勇士的奢侈税将超过两亿 勇士是不会这么做的 经过高管的商讨维金斯实力虽然大于普尔 但是考虑到未来决定留下普尔 维金斯曾表示愿意一直留在勇士 团队接受适当的降薪 理论上来说 维金斯修赛期可以得到四年1.68亿大合同 明年夏天可以索要一份五年鼎心 想赛季帮助勇士队夺冠 今年夏天是得到鼎心最好机会 记者在节目上表示 维金斯可以接受四年降薪2000万左右 最少要得到3700万年薪 太低的话不可能接受 目前来看勇士队的情况提供3000万度费劲 特别说年薪3700万 内部人士表示 普尔能够顺利续约 取决索要多大的合同 如果顶薪或者接近顶薪 勇士将选择推迟续约 等到明年夏天 续约普尔后 勇士不得不选择交易为金斯 有媒体建议续约普尔参考布伦森的合同 年薪绝对不能超过2500万 相比较而言 维金斯自由市场行情会比颇好 索要一份年薪超3500万合同挺容易 交易价值也比较高 勇士可以得到不错的回报 并且联盟工资帽已经上涨 唐司都已经签下了四年2.24亿 明年夏天 维金斯将成为自由球员 好多球迷表示 维金斯应该选择离开勇士 现在冠军已经有了 就差一份顶薪合同 在勇士已经镀金成功 进入自由市场一定受到欢迎 留在勇士需要大幅度降薪 2000万降薪依然满足不了勇士的要求 明年夏天 勇士将面临非常重要的决定 不排除会交易 格林或者汤普森 除非两人能够接受3000万以下 甚至2500万以下合同 现在勇士所有续约都应该推迟 观察下赛季球员表现 普问和维金斯如果表现挣扎 自由市场行情一定会下滑 勇士可以借此低价续约 然后让格林与汤普森大幅度降薪 再是可以解决巨大的薪资压力 最后阿杜这边 从杜兰特提出离队申请 已经过去20多天时间 各种传闻和交易留言 都不了了之 用明级温德霍斯特的话说 杜兰特自己的态度 谁都没办法确定 说不准他到底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逼宫交易游文 还是真想离开篮网选择 何时下架冲冠 但是最新消息显示 明级扎拉尼亚确认 杜兰特要求交易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但是关于杜兰特的交易讨论 因为要价问题都已经暂缓 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理解成戈贝尔的一换时 交易抬高了整个交易市场 但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是蓝王想留住杜兰特 先从两个消息说起 根据勇士随对记者安德鲁斯报道 勇士曾向蓝王询问杜兰特的要价 包括库里 克莱和格林 都对杜兰特的回归池开放态度 但是蓝王给出的价码让勇士无法接受 怀斯马 加普尔加穆迪加库明加加 维金斯加未来选秀权 蓝王此举就相当于变相拒绝勇士 你们想要得到杜兰特 那未来什么都没了 而扎拉尼亚报道确认 绿军也给出了一份追求杜兰特的价码 布朗加怀特加一个选秀签 被蓝王无情拒绝 蓝王回应的要加筹马维 布朗加斯马特加选秀权 加一名轮换级别球员 这很有意思 绿军提出这份报价 一定有溢价空间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个选秀 全面两个甚至三个 但是蓝王回应总是在狮子大开口 直接让钱再下架拆队 做什么 而凯尔特人加入到杜兰特的争夺战中 让整个事件变得充满戏剧性 16年夏天 杜兰特在雷霆被勇士完成弹逆转后 立刻选择投奔勇士 引来一片骂声 变上叛徒骂名 以至于包括微少 罗伯森等人久久无法释怀 而在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 蓝王在季后赛首轮是0-4被绿军横扫出局的 杜兰特和欧文带领的蓝王 虽然在四场比赛中一共只输了凯尔特人18分 但是蓝王是季后赛球队中 唯一一支被横扫的球队 这种耻辱性的结果 难道杜兰特就没有任何想法吗 假设最终杜兰特前往凯尔特人 哪怕他和塔通姆以后真的夺冠 那他的履历包括外界对于他的议论 甚至于他的历史地位 究竟能比现在提升多少 凯尔特人为什么要得到杜兰特 用名嘴布鲁萨德的话说 凯尔特人队内除了塔通姆之外 其他人都应该可以被交易 塔通姆才24岁 他们追求的是总冠军 虽然杰伦布朗在季后赛中 从数据到效率并不比塔通姆低多少 但是显然 凯尔特人对于布朗的重视程度 远蓄色于塔通姆 合同薪资是一方面 球队地位是另一方面 这种情况下 布朗真的被送走 却在一支新球队扮演领袖角色 对于他的成长未必是坏事 不过凯尔特人有一点需要明确 假如杜兰特来了 他和塔图姆之间 谁是球队老大 论实力 那是杜兰特 但是外来的和尚可不太会念经 而且杜兰特始终没有展现出领袖气质 必须要说的是 杜兰特挺让人失望的 自从他提出离队申请 他想去太阳和郭克保罗一起打球 他想去热火和巴特勒一起打球 但他忽略了篮网对他的用心 他忽略了自身的交易价值 这和六年前加盟勇士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他可以没有任何顾忌 现在他还有四年合同 缘和钱的下家 想要得到杜兰特 一定会伤筋动骨 等于卖了房子买马萨拉蒂 那重组的球队真的会比之前强多少 恰逢戈贝尔的交易台高整个交易市场 杜兰特只能眼睁睁看着篮网对待 其他球队狮子大开口 看起来篮网对杜兰特恨之入骨 实际上可不是这样 在雷霆九年 杜兰特也曾和威少哈登一起打进总决赛 但是后面几年他和威少的组合 确实难以突破西决 来到勇士后 杜兰特如愿以偿 两个总冠军加两个总决赛MVP 说到底 他是踩在巨人肩膀上 对手在变强 而杜兰特成为打破勇士和对手的平衡稻草 来到篮网这三年 第一年养伤 第二年距离东角差了0.5厘米 哈登被逼离开 杜兰特和欧文的组合面对凯尔特人 只能说他们没有和对手抗衡到最后一秒的能力 是离开篮网 还是在篮网这片废墟上重新证明自己 篮网可没放弃步枪 他们也没有说杜兰特一定要被交易走 参考篮网对待潜在下家的态度 篮网是想再给杜兰特机会的 哪怕不行 篮网也要从杜兰特这里得到过去三年所付出的一切 却没问题 篮网算是人之一级 既然杜兰特铁了心要离开 他希望像当初从雷霆跳到勇士那样 再次站在巨人肩膀上 那也没问题 暴团的风气已经在这个联盟蔓延很久 但杜兰特这种做事的方式 会让支持他的人失望 走接近固然轻松 但时间会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和荣誉的真正含金量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